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乐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经文 阿南 四善男子 与大菩提 善德通达 绝通无来 敬佛敬见 明欢喜地 萧文至此 请 见会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专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总论言一千日 第六百一十七日 我们今天要总结 欢喜地 这一段是任言经理 佛陀跟阿南 说明 谁所发行 安利甚位 就是修行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努力跟用功 它一定有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是弦胜的效果 非常非常殊胜 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十地的第一地叫做欢喜地 欢喜地我们知道在整个修行当中是圣位的第一位 这个时候的菩萨呢 他怎么样 在任言经里讲 阿南是善男子 与大菩提善德通达 决通如来 敬佛 敬见 明欢喜地 这个菩提就是本具的决性 真如自性 欢喜地是菩萨成圣位的最重要的第一个位置 那这个跟贤位的分言呢 就在于是圆修真如还是真修真如 这个地方的菩萨呢 就是于大菩提善德通达 这个通达叫做清正真如 决通如来 敬佛敬见 那我们前面呢 已经在华言经里知道 这个整个修行在欢喜地当中 菩萨呢 他是怎么样来定义他 第一个 为什么很欢喜呢 因为他能够亲近佛法 而且受持佛法行菩萨道 然后远离了五种部位 那在这一地的菩萨呢 他有依着这个大愿力 有十个大愿 来成就他的欢喜地的功德 那最后呢 总结 菩萨祝此欢喜地以大愿力得见多佛 所谓见多百佛 多千佛 多百千佛 多义佛 等等等等 意思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大愿力 所以他可以见到无量无边的佛 常常的遇到佛 所以他这个修行就不会退转 所以在这个欢喜地当中 他见到佛 他见到佛 西以大心身心 恭敬尊重 成事供养 就是见到佛 要做什么呢 就是供佛 那供佛用什么 供佛呢 用香花灯土果 用四事供养 这里讲到 衣服 饮食 卧具 医药 这叫做一切之身之具 喜以奉失 我们一般日常所需呢 就是衣服 饮食啊 还有呢 要睡觉啊 所以要卧具 那生病了 要有医药 那这个就是基本的 能够满足生理需求 好的供养 那用什么心来供佛呢 用最恭敬的心 尊重的心 那最大的差别啊 就是我们一般呢 得到衣服 饮食 卧具 医药 可能透过 一个利益交换 或者是我用钱买来的 那这个呢 就不一定是有恭敬心 有尊重心哦 那但是呢 我们见到佛 我们来供养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啊 这是用恭敬心 而且呢 是以见佛的 这种成事之心啊 就是成事啊 就是服务 服务当中呢 又是成为佛的侍者 成为佛的弟子 那这种心呢 是最上的菩提心 最上的布什之心 亦供养一切众生 以此善根 皆惜回向 无上菩提 不只是对佛 有这种恭敬心 对于一切出家师父 僧人啊 这个僧呢 代表佛 佛陀是僧团之一 那僧团呢 就是依着佛法 而修行 叫做僧 那这样子的修行人呢 是在佛法当中呢 非常重要 因为 这个佛法要流通呢 不是只有佛 就可以了 还要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协助 弘法 流通的 师父 那这个师父啊 就代表佛 这佛陀啊 赋予出家师父 一个跟佛一样的相貌 外观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辨识 一个出家人 这出家人就代表佛教 所以啊 要供养一切众生 也是以衣服 饮食 握具 衣药 这四种 自生之具 来供养僧人 所谓四世供养 那不管是供养佛 供养法 还是供养僧 那都是用什么 清净的身心 大心 恭敬尊重 这样子的心 来供养 那这样子呢 最终啊 就会达到最 殊胜的果报 好 佛子此菩萨 因供养诸佛 顾得成就众生法 以前二摄 摄取众生 所谓 布施爱语 后二摄法 但以性解力固 行为善通达 是菩萨时波罗蜜中 谈波罗蜜真上 于波罗蜜非不修行 但随力随分 然后这里谈到 一个总结 这菩萨呢 欢喜地的菩萨 他供养了一切诸佛 所以这里面呢 要怎么样来 把这个最大的功德 最大的福报 拿来 度化一切众生 就是 得成就众生法 他因为供养诸佛 所以有大福报 有大功德 有大势力 那他就可以 把这个力量 拿来度众生 那度众生的方法呢 他用什么方法 有所谓的四摄法 四摄法就是 布施爱语 立行同事 那在四摄法当中呢 就是前面两种 这个欢喜地的菩萨 修到布施跟爱语 那我们一般呢 就说 那应该要四摄法 那前面这两个 这个欢喜地的菩萨 做得很完整 而且呢 做得很殊胜 他就用这两招 布施 还有爱语 这两招真的很好用 你对于众生 要射受他 要能够得到众生的欢喜 跟信任 他可以被你得度 那就是 第一个就先布施 布施有财布施 法布施 五位布施 供养佛 是用这种最上的菩提心 来供养 供养众生呢 也要用最上的菩提心 来供养众生 那这众生就有得度的因缘 他就会跟我们结上一个 殊胜的善缘 那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爱语 那我们要说话呢 就要说 能够利乐有情的 语言 这个语言啊 不是说 我就是一直称赞他很漂亮啊 就是说他很优秀啊 不是这样子 不是甜言蜜语啊 而是呢 让一切众生啊 听闻了之后呢 心里面升起信心 升起自己的修行的菩提心 来自于呢 能够射受众生 让一切众生啊 明白 能够离苦得乐 豁然开朗 那这个就是 布施跟爱语 那欢喜地的菩萨 对于这两个 四色法之二啊 是非常的熟悉 那后面呢 后面呢 后面这两个啊 叫做立行跟同事 后二设法 那但以信解立故 行为善通达 就是我知道 有这两种方法 有立行 有同事 有同事设啊 我知道啊 但是呢 我也很相信 这个书胜 这的确是很好 但是问题是啊 还做得不太好 叫做行为善通达 不是很熟悉 那这菩萨呢 为什么好像也不是很厉害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呢 这菩萨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确呢 还有什么 还有沉沙祸 虽然我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众生 我有愿力 我也有很多的方便善巧 但是呢 他在这个十菩萨蜜当中啊 就是布施 此戒忍辱精进 禅定般若方便愿力致 这十菩萨蜜 这十菩萨蜜里面呢 他还没有完全通达十种法门 他其中呢 就是以什么 谈菩萨蜜为他的主修 所以叫做谈菩萨蜜真上 你要教他做什么 他是最擅长的 最擅长的这个工具 就是我们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那譬如说 我很会唱饭背 那你就用饭背 一唱呢 哇 这大家听的都是如痴如醉 都升起欢喜心 清净心 那你就用你最擅长的 这一个法门来射手众生 那一方面是自己的怨地 二方面也是自己的特质 那每一个人都有各有所长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叫做通财 全财 佛陀才是全方位的 什么都会 那一般呢 还在学习 乃至于刚刚开始修行 要度众生呢 他的确还是没有那么圆满 所以他这里讲 于波罗蜜非不修行 但随力随分 所以其他的不是说他做不到啦 也不是说他不要用 是因为呢 这个最擅长的就是谈波罗蜜 那就把布施拿出来用 这效果最好 那其他的就是随缘 也许呢 这个众生他不是完全都用布施就可以射受他 那这时候菩萨还是会用 有的地方呢要用忍入 有的地方要用禅地 但是呢 他的主修就是布施 那布施什么 不管是什么都能布施哦 不管是色身相畏处法 或者是自己的身口意 或者是自己的欢喜心 或者是自己的弘扬佛法 有很多的这个智慧 那这个都可以 随力随分 那这是菩萨 他一定是想尽办法 尽心尽力 那这个菩萨呢 随所勤修啊 供养诸佛 教化众生 所以上供十方诸佛 下化一切众生 这是欢喜地的菩萨呢 他要修的法门 他因为前面有十个大院 他跟着佛 成为佛的弟子 成为佛的帮手 所以他修了广大的福报 有这样子的福报 又有这样智慧 他就能够成就一切众生 所以呢 这里要总结就是 这个菩萨 随所勤修 就是他的因缘啊 怎么样 他就是 依着他的因缘而修 那就是随缘尽分 那结果呢 就是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上供十方诸佛 另外一个就叫做下化一切众生 那上求下化 那这是菩萨的修行 皆以修行清净地法 所有善根 悉以回向一切致地 转转明镜 调柔成就 随意堪用 那不管是上供十方诸佛 还是下化一切众生呢 他都是一个目的 叫做回向一切致地 一切致地啊 转转明镜 就是不断不断的 就是一直善的循环 我现在回向一切致 那你就会更有智慧 那更有智慧之后 在更能够方便善巧的度众生 那度众生呢 就很容易成功 成功率提高了 之后呢 又再回向一切致 所以叫做转转明镜 越修越清净 越修越有智慧 调柔成就 随意堪用 修行的过程中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随意堪用 菩萨摩赫萨诸此出地 多做严福提王 豪贵自在 尝护正法 菩萨摩赫萨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出地 欢喜地的时候啊 做的是严福提王 严福提是南严福提 就是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地方 那菩萨呢 他成就大威德 大势力 所以他的心呢 就是要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那什么人能够度一切众生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有力量的人 那最有力量的人是谁呢 那就是国王啊 那国王呢 如果你是小国的国王 恐怕呢 你能够影响的比较小 所以这个欢喜地的菩萨 多做严福提王 就是南严福提 这一个地区 这个领域的大王啊 这其实就叫做转轮圣王 那转轮圣王 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他就是豪贵自在 第一个 他是最有钱 而且最有权 而且呢 他要动用这些权势啊 是自在的 自在的 他有做主能力 那他把这样子的威德 他不是来做威做福 他拿来做什么 常护正法 来拥护佛法 让一切众生呢 就是一个规定 所有的人都要受五戒 全国的人民都要受五戒 全国的人民呢 都要来修十善 全国的人民呢 都往这个方向走 那一个王呢 如果那么慈悲啊 所有的人民就是非常的有福报 很幸福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讲欢喜地的菩萨 他的确是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福报大到可以做严福提王 那朝贵是在常护正法 所以以上呢 就是整个欢喜地的菩萨 他的功德 他的果报 他所修的法门 还有他的愿力 乃至于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好 以上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敏林 今天的经文上说 菩萨 祝此欢喜地 以大愿力得见多佛 一直到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 我们看了也是很欢喜 那也很希望是说 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像欢喜菩萨一样 见到这么多佛 供养这么多佛 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的疑问 初地菩萨见的是报身佛吗 我们知道佛有三身 法身 报身 硬化身佛 法身佛已经灭度了 法身佛广大无边 华言经开始前三身佛号的 比如真那如来是法身佛吗 所以初地菩萨见到的是报身佛吗 第二点 我们呢 也是很有机会跟初地菩萨一样 见到这么多的佛吗 我们曾经听说过 梦见菩萨或者是说感应到菩萨的慈悲教导 似乎没有听过有人梦见佛 有师兄说 初地菩萨要有大愿力才可以见多佛 初地菩萨跟佛一样有大功德力 所以他看见谁都是佛 云云众生都是佛 是这样子的解释吗 还有一个 第三个 还有一个 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往生了 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菩萨 真的佛来接我 我要跟他去吗 现在我好像有点脸盲 分不清楚是要师佛如来 还是阿弥陀佛 只能靠手上的法器来分辨 有师兄又提醒我说 说不定菩萨会穿着便服来找我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修 才可以分得清楚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敏林 提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所谓的佛 见到佛 有三身佛 三种 第一种叫做法身 法身是什么呢 法身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面心 叫真如心 真如心 佛性 所以人人皆有法身 那法身的梵文叫毗卢之那 所以毗卢之那佛就是法身佛 那暴身是第二个叫做 卢舍那佛 卢舍那佛是报身 那所谓的报就是以法身这个清静的菩提心 清静的菩提觉 来修六度波罗密 就修这个十波罗密 起始觉之志 来照本觉之理 智慧圆满 这就会得到一个果报 这个果报叫做三十二相八十种号 那这个报身佛是一个果报 什么果报 智慧的果报 那智慧的果报啊 它长得非常非常庄严 它是圆满相 所以菩萨在欢喜地 菩萨在欢喜地啊 这个欢喜地是正到真如心 依着真如来广度一切众生 依着真如来见到一切的佛 那所以呢 菩萨在欢喜地以上见到的佛是报身佛 那报身佛啊 就是阿弥陀佛 要师佛 这些等等的这些佛 就是欢喜地的菩萨所见到的佛 那第三个呢 叫做化身 化身就是千百亿化身 这是普门品呢 里面讲到啊 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 所以呢 如果你的因缘是见到宰观 你看到这个有钱人啊 学佛 你就会 啊 我也要跟着来学佛 学佛变有钱 这时候呢 菩萨 他就会用有钱人的方式来度你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看到 你看到这个年轻的 你就觉得哇 这学佛 我都可以这么的庄严 这么有善根 那佛就会用这种方式 那你如果想要看到病苦 哎呀 我真的是对什么人呢 就是看到这个众生受苦啊 生病 他是最不忍心 那菩萨 那菩萨 还有佛呢 他要度你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方式 那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呢 他就像是这个客制化的哦 因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 所以你看到的佛啊 就会照你心里的样子 去让你看到 也许他是穿便服啊 你也认不出来 也许呢 他是某一个场景 或者是某一种灾难 不一定就要看你是否因此而发菩提心 那这叫做化身 其实他是会变化多端 而且呢 佛的形象也不是固定在某一种 那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佛像 这头上呢 都有这个这个 这个罗济玄 或者是他一定是长的 这个面容都是这么的圆满 也不见得 那这是因为化身 那也许他是一只狗哦 也许呢 他是一个这个鬼啊 你都不知道 也许他是 藉由这些因缘 这些变化的不同的身份 来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就回到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我现在啊 看到这个欢喜地见到的佛 是不是因为呢 他的心啊 已经看到什么人都是佛呢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因为菩萨在欢喜地 他已经很自在的 我们前面讲有十种愿 他可以分身 甚至于他可以一念 就到世界上各个角落 那这个世界有多大 这世界啊 随着他的愿力 他可以到无量无边的世界 广播的世界里面呢 去见所有的佛 就是一念呢 他就可以去阿弥陀佛那里 见到阿弥陀佛 一念呢 又可以到东方去见到 要是佛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是呢 在这个地球上 我看到这个人 然后我认为他是佛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真的能够 在佛国净土当中的悠游自在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 那我怎么知道 我睡觉 或者是我梦到啊 或者是临终的时候 我见到诸佛来仪 说不定呢 他是骗我的 那基本上呢 即使是骗你的 他依然是 他是假的吗 他依然是来度你的佛 因为你的心啊 要有善根 你才会见到佛 你才会把这个 所有的境界呢 你会见到佛 而不是起贪心 金银珠宝 所以你能见到佛 你就是有善根 不用担心 他可能是假的吗 不会 他不会是假的 除非啊 这是假的哦 他拐你 然后呢 骗财跟骗色 差不多都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 你要这个贪心 你如果来拜佛 我就给你金山银山 你会起贪心 或者是呢 一个很美的 附罗体的 要不然就是 让你起欲望的心 但是你如果见到佛呢 你是起的是欢喜心 是清凉心 是清净心 是解脱心 所以你不用怕 见到假的佛哦 你就哇 完蛋了 我会不会被他拐去 哪个地狱 不会 因为你如果要去地狱哦 你看到的不是佛啦 你看到佛哦 会起的是供养的心 欢喜的心 不会起执着的心 所以这不用担心 怕的是啊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是看到你的冤家 仇人哦 看了啊 这个整个心里面啊 熊熊的怒火哦 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不好哦 所以与其呢 啊 你要去遇到冤亲在主 不如啊 就是见到一切的佛 纵使他是佛像也好 或者是佛号也好哦 所以如果有人要往生啊 你就不管他姓什么叫 反正你就是啊 念佛 啊 帮他祝福 这个祝福啊 佛自有 啊 很了不起的方法 佛祖很有智慧啊 佛自有他的方法 去度这个 纵使他是 异教徒啊 那可能是 基督教 哦 那因为这人躺在那边 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教 哦 你总不能叫他起来说 哎 你是哪个教我来 哦 用你的方式 哦 不是 你反正你就是念佛 义佛 请佛来度他 哦 那佛啊 就会依据他的喜欢 哦 他是基督教的 他就变成他喜欢的神 哦 他喜欢的上帝 哦 蒙主 恩兆啊 哦 那这这 这个就是佛很厉害的地方 哦 哦 那当然呢 哎 他不一定是这个一定都是佛去安排的啦 哦 不是 是的确呢 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善根 我们会把我们最欢喜最向往的地方呢 一心而现 哦 这其实都是心法 佛所讲的是你的心啊 会造就世界 哦 那我们只要呢 负责 哦 在这个善的因缘当中 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啊 在这个地方安住 啊 那自然呢 你的因缘呢 就全部啊 都啊 聚足 哦 那这样子呢 哎 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增上 哦 是这样子 哦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这么详细的说明 那 我是法哥 那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要来请那个师父 开示 那因为这段经文是欢喜地的一个总结 那我们第五组的团队 也尝试要做一个整合 就像上次我们提到 呃 登地之前修行的四加行 其实呃 密宗也有 那我们一般的修行各个有不同的加工用型的方式 但是都是要想办法去除无名 然后达到登地的这个位阶 同样的我们想要呃 用图表来看所谓的实性实柱 实行实回向到实地的第一项 好 所谓的信心 发心柱 欢喜行 离向回向 欢喜地 那对应到六度波罗蜜修行的第一个就是布施 那布施有三种一个财布施法布施五位吧 五位布施 我们第五组认为所谓的欢喜地 好像应该是无相布施的感觉 但是又觉得这个太执着于表象了 那这三个的分类好像不是位阶 那我们认为欢喜地是指修行 让佛种子他慢慢的成长 用智慧去灌溉 然后到了某种通透的程度的时候 他的频率到达某种境界 就跟所有的佛都一样了 哪里都可以看得到佛 也不会有什么分别 所以他的布施也没有什么有相跟无相 他就是自由自在的分享跟布施 那感觉像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教育阶段一样 是从一阶一阶的来 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那如果不是这个方式来学 是自行修行 或者是所谓的森林学校 他就没有这个位阶的分别 而只有科别 所谓的语文算术物理化学之类的 那可以不断努力的去钻研修行一直上去 这个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路径 但是最后都可以得到无上的智慧跟所谓的知识 那我们同样的用这两个相都去看 我们所谓的修行成佛的阶段 是不是有很多是相同的 很多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小小的心得要请示师父来开示 奥弥陀佛 谢谢法格的分享 这个第五组非常的用心 把全部的这个阶位做一个对应 那的确它是对应不施 但是从哪里对应呢 其实是要从实行、实回向到实地 这三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实行的时候 它是对应实波罗密 因为前面实性跟实柱它都是一个心态 就是一个发行 所以它没有论位次 没有论顺序 但是从实行之后它就对应十种波罗密 那同样的是 在这个欢喜行跟欢喜地这中间 它都是因为修布施就修谈波罗密 但是欢喜行是修布施 但是还没有到无向 因此它要藉由实回向 这里有叫做离众生向回向 透过这个布施 这布施就是救护一些众生 但是透过回向 就会离众生向之后 就进入欢喜地 所以它其实是到欢喜地的时候 它的布施已经达到 无我向、无人向、无众生向、无受者向 没有能施之人、没有所施之物 也没有受施的对象 这叫三轮体空 这时候就叫做波罗密 那同样的在第二地也是如此的 所以从实行到实地 它其实的确是一个进阶 那透过什么进阶 透过回向来进阶升级 是这样子 那非常好 谢谢法格还有第五组的整体的分享